两个小混混为了一夜暴富 绑架了一名富家女孩 这本来是一起简单的绑票事件 因为女孩的父亲一开始就明确同意支付赎金 然而 由于两个小混混和被绑女孩全都智商欠费 这起绑架案从一开始就滑向失控边缘 而观众不到最后一秒 根本无法预知这三个人的最终结局 本期节目 天称给大家带来这部反转不断 又天雷滚滚的小成本悬疑片《爱丽丝的失踪》 影片的男主角丹哥在监狱服刑期间 认识了人狠话不多的育友老胡 两人出狱之后 为了搞点钱花花 决定合伙绑架一位名叫爱丽丝的富家女孩 并打算向女孩的富豪老爹索要200万美元赎金 丹哥和老胡在心里盘算了一笔账 如果绑架成功 两人就能一夜暴富 享受一下有钱人的生活 万一绑架失败 也可以再次携手回到熟悉的监狱 很明显 这是一桩稳赚不赔的买卖 算完糊涂账之后 丹哥和老胡说干就干 两人先是租了一间出租屋 然后对出租屋进行了改装 在墙壁上铺上了厚实的隔音棉 又用木板封死了所有窗户 并在唯一出入的大门上加装了好几道锁 在改装完屋子之后 两人又偷了一辆面包车 带着提前准备好的手枪 面罩 绳子 手铐 口腮等装备 提前摆伏在爱丽丝下班的路上 轻松将人绑回出租屋 靠在了卧室的大床上 为了防止爱丽丝大喊大叫 老胡温柔地给其塞上了口塞 并仗义地表示 自己兄弟俩只结财不结色 只要爱丽丝好好配合 他们拿到赎金后 就会将其安全放回家 此时的爱丽丝已被彻底下蒙 只能乖乖配合 随后 老胡拍下爱丽丝被绑视频 发送给了对方的富豪老爹 向其索要200万美元赎金 爱丽丝老爹为了女儿安危 很快回复表示愿意支付赎金 不过为了以防万一 老胡没敢直接用手机给爱丽丝老爹打电话 而是让丹哥留在屋内看管爱丽丝 自己独自跑去外面 用公用电话联系苦主 这样一来 即使爱丽丝老爹报警 警方也无法通过手机定位 找到绑架地点 谁知老胡前脚刚走 丹哥就偷偷溜进卧室 色咪咪地盯着爱丽丝 爱丽丝被丹哥盯得想要拉屎 于是均用手势 比划着自己要登东 丹哥心领神会 立即找来一只水桶 并给爱丽丝取下口塞 解开手铐 然后用眼神示意对方就地解决 为了防止爱丽丝耍花招逃走 丹哥不仅没有回避的意思 反而用枪抵着爱丽丝的脑袋 让其赶紧开拉 爱丽丝则尴尬地表示 有人看着自己根本拉不出来 丹哥思索良久后 也觉得自己行为有所不妥 于是便转过身去 谁知丹哥刚一转身 爱丽丝就抄取水桶 狠狠砸在了他的脑袋上 接着猛然出手 夺过了丹哥的手枪 丹哥在短暂的懵逼后 很快反应过来 并试图夺回手枪 结果在两人的拉扯中 枪支突然走火 一颗子弹打在了墙壁的隔音棉上 丹哥吓得立即助手 慌忙摘下了头套 爱丽丝这才大吃一惊 原来丹哥不是别人 正是他的男朋友 难怪这小子自始至终 没有在爱丽丝面前开口说话 原来是怕露馅 看着眼前愤怒而困惑的女友 丹哥开始现场编词 他表示 自己这么做都是为了爱情啊 原来爱丽丝的富豪老爹 不仅看不上丹哥 对自己女儿也十分抠门 所以丹哥才想出了 绑架爱丽丝的馊主意 这样一来 既可以搞到钱 带着女友远走高飞 也可以惩罚一下 吝啬的女友老爹 爱丽丝被男友的谎话 唬得一愣一愣 一时不知道该不该相信对方 丹哥则继续编词 声称 自己的搭档老胡杀人不眨眼 如果爱丽丝想要活命 必须假装什么事都没发生 然后两人就能带着钱 一起去过逍遥自在的日子 就在爱丽丝继续纠结 该不该相信男友时 门外响起了敲门声 原来是老胡回来了 迫于形势 爱丽丝只能选择相信男友 她将手枪还给丹哥 又让对方将自己重新绑回床上 老胡进门后 本来对没有及时开门的丹哥 产生了一丝怀疑 不过看到爱丽丝仍然被绑在床上后 也就暂时放下心来 她随后告诉丹哥 赎金的事已经谈妥 明天银行一开门 爱丽丝的父亲就会取钱赎人 只要再等一天 就能大功告成了 谁知第二天一大早 老胡在给爱丽丝喂早餐时 边上的丹哥发现了地上的一枚蛋壳 显然是昨天手枪走火时留下 由于老胡一直蒙在鼓里 并不知道丹哥和爱丽丝的情侣关系 如果这枚蛋壳被老胡发现 说不定对方会产生怀疑 弄死自己和爱丽丝 想到这里 丹哥不禁出了一身冷汗 恰在这时 老胡已经给爱丽丝喂碗早餐 还不小心将碗勺打翻在地 而勺子掉落的位置 刚好就在蛋壳旁边 丹哥集中生智 抢先冲上前捡起勺子 并趁机藏起了蛋壳 接着 他借着上厕所的机会 将蛋壳扔进马桶 准备冲进下水道了事 不料 蛋壳太沉 丹哥冲了好几次也没将其冲走 而频繁的冲水声 引起了老胡的怀疑 老胡随即暴躁地拍打着厕所门 询问里面的丹哥到底什么情况 丹哥慌乱之间 从马桶里捡起蛋壳 直接吞进了肚子里 与此同时 老胡已经破门而入 丹哥赶忙解释称 只是自己大便叫年 多冲了几次而已 不过疑神疑鬼的老胡 还是将厕所里里外外搜查了一遍后 才勉强相信了丹哥的说辞 又过了一会儿 老胡看了一眼手表 发现已经到了银行上班时间 约某在锅一两个小时 两人就能拿到薯金陡然而复了 想到这里 老胡和丹哥不禁心花怒放 竟开始在客厅里放飞自我 没错 丹哥和老胡也是一对情侣 两人在监狱里 就已经确立了你浓我浓的关系 只是老胡和爱丽丝都浑然不知 丹哥这小子不仅男女通吃 还在男友和女友之间摇摆不定 老胡痛快了一把后 刚出门去问薯金情况 丹哥就给爱丽丝松了榜 然后继续现场编辞 花言巧语地讨好对方 爱丽丝似乎已被说动 还主动跟丹哥亲热起来 可就在丹哥意乱情迷 准备没开二度之际 爱丽丝突然翻脸 趁机将一丝不挂的丹哥 靠在了床头 原来丹哥边词边的逻辑混乱 漏洞百出 爱丽丝已经不再信任他 在制服住丹哥后 爱丽丝决定先跑出屋子再说 可屋子的所有窗户 都被封得严严实实 我一进出的大门 还被上了好几把锁 别说跑出去 就连目前身在何处 爱丽丝也是一无所知 好在丹哥刚才放松警惕 爱丽丝赶忙先用手机报了警 可警方通过手机定位 找到这里还需要一段时间 爱丽丝担心 老胡赶在警察之前回来 所以还是当即决定 先想办法逃出屋再说 她先将手机装进自己兜里 然后回到卧室 用枪逼迫丹哥交出大门钥匙 丹哥倒也痛快 直接告诉爱丽丝 钥匙就在自己外套口袋里 而外套则在旁边的角落里 谁知爱丽丝刚取出钥匙 丹哥瞅准时机 飞起一脚踹晕了爱丽丝 接着捡起掉落的钥匙 打开自己的手铐 又重新将爱丽丝绑到了床上 经过这番折腾 丹哥觉得胃有点不舒服 于是跑进厕所吐了一会儿 没想到 刚才吞进肚里的蛋壳 这时被他吐了出来 不巧 恰在此时 外面响起了敲门声 老胡像是掐着点似的 又回来了 丹哥倒也淡定 驾心就熟地将蛋壳 重新吞进了肚里 进门后的老胡告诉丹哥 爱丽丝的富豪老爹 已经准备好赎金 到一处废弃厂房 等拿到赎金之后 再将厂房地址告诉谷主 老胡让丹哥先去把车子开到楼下 自己则留在屋内收拾物品 不料丹哥出门没多久 昏迷中的爱丽丝就醒了过来 并开始不停挣扎 结果将口袋里的手机滑落出来 老胡疑惑地捡起手机翻看 很快见到了上面的报警记录 紧接着 他又发现了墙壁可因棉上的蛋头 不明就里的老胡 先是给爱丽丝来了一通拳脚 打完人后 他又掏出一把小刀 威胁要弄死爱丽丝 爱丽丝为了保住小命 只好坦白了一切 他告诉老胡 丹哥在坐牢之前 就是自己的男友 也就是说 老胡其实是个小三 胡老三听到这里 内心像是遭受了一万点暴击 但也不敢表露出来 可不知内心的爱丽丝 还在煽风点火 他将丹哥打算弄死老胡 独吞两百万赎金的想法 全都一并告诉了胡老三 胡老三差不多已经出离愤怒 为了报复渣男 他想出了一个新计划 等丹哥从外面回来的时候 老胡装作什么事也没发生 只是将唯一的手枪 藏在自己身上 两人很快将爱丽丝 转移到废弃工厂 靠在了里面的一处栏杆上 按照原定计划 由老胡独自去取赎金 丹哥则留在厂房 继续看管爱丽丝 不过老胡临时改变主意 让丹哥跟自己一起去拿钱 丹哥虽然心中疑惑 但也没有多想 两人随后来到了附近的一处小树林 小树林里有一个大坑 这是老胡和丹哥提前挖好 让爱丽丝富豪老爹放赎金的地方 可丹哥走近一看 坑里一毛钱也没有 与此同时 老胡已经用手枪对准了丹哥脑袋 原来在得知丹哥将要反水之后 老胡偷偷联系了爱丽丝的富豪老爹 变更了交易地点 原本打算存放赎金的这个大坑 此时刚好可以掩埋丹哥的尸体 丹哥这才意识到 爱丽丝出卖了自己 他慌忙认怂 下跪请求老胡放自己一马 老胡也是旧情难忘 一时有些心软 就在狐情肿 犹豫的当口 丹哥突然抱起 将老情人撞倒在地后 撒腿就跑 老胡爬起来一边追 一边开枪射击 丹哥被枪击中 但还是带伤逃走 老胡眼看就要玩杂 赶忙驱车赶到交易地点 拿到了赎金 由于在爱丽丝面前已经暴露 老胡担心对方以后只认自己 于是干脆横下一条心 折返回废弃工厂 准备杀死爱丽丝灭口后再走 就在他准备将一管毒药 注入爱丽丝体内的时候 受伤的丹哥及时出现 飞起一脚 将老胡踹翻在地 然后捡起地上的手枪 控制了现场 老胡见形势逆转 倒也简单 立即跪地求饶 望丹哥念及旧情 爱丽丝直到此时才知道 丹哥原来跟老胡也有一腿 但他已经无心理会这些破事 只是一个劲地哀求丹哥放过自己 还表示愿意和其一起远走高飞 但丹哥现在已经不相信爱情了 他先是一枪崩了老胡 然后独自带着赎金扬长而去 将爱丽丝留在了废弃厂房里 自称自灭 但丹丹哥没想到的是 老胡挨了一枪后并没有死 只见他拼尽全力 将手铐钥匙扔给爱丽丝后 才不情不愿地领了盒饭 爱丽丝急忙捡起钥匙 打开手铐 逃出了废弃工厂 他沿着一条小路一直往前走 结果还没走出多远 就见到一辆汽车撞在马路崖上 停在了路边 爱丽丝走近一看 才发现司机正是丹哥 丹哥此时已经枪伤不治 没了气息 爱丽丝淡定地将尸体拖下车 然后带着200万赎金 开着车子潇洒离去 电影至此总算落下帷幕 爱丽丝的失踪 是一部剧情奇葩的英国电影 类似于这种啼笑皆非的犯罪影片 天称此前还接受过 在糟糕的日子里 死不张扬离奇失魂事件 一个小忙 11点14分等 大多剧情走向都出人意料 对此类影片感兴趣的小伙伴 不妨在悬疑movie的主页上翻来看看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吧 喜欢悬疑犯罪和惊悚电影的小伙伴 欢迎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